电影扫读的香港票房 至今已经突破2000万 有这么好的成绩 谷天乐跟导演陈穆胜 这天就亲身去到电影院卸票 感谢观众的支持 电影票房的成绩这么好 三位男主角古仔 刘青云跟张家辉 当然功不可没了 近日有报道指 家辉的片酬 用年头的400万 升到了1200万 那古仔又有没有考虑 加片酬呢 那个电影差不多小片酬 我觉得我 那个问题应该交给我经理人吧 其实我不管 我觉得最重要是 拍一部好事 如果电影票房好 才是最重要吧 早前古仔跟青云 因为忙于拍电影 而无法出席新片的宣传活动 家辉只好独挑宣传重担 现在古仔归队 最开心的人 应该是家辉了吧 我昨天碰到家辉 他也说 哇你回来就好了 你马上去宣传吧 所以他今天 就可以收拾一天了 还有就是他昨天 还是已经开始生病了 所以这次 这个宣传的活动 我来做吧 那当然是费首映啊 平宫啊 或者这次女士都带着 你和青云的指派公仔 那个样子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他跟我说 他本来是 他说那天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两个不在 他突然之间想起来 就是把我们两个的 一些销片放在他 放在他旁边 好像我们三个人 一起做宣传一样 我觉得他很聪明 这样说 其实就没有人 那么无聊 可以想到这件事吧 日前田瑞妮在电视台 颁奖典礼 荣登双料事后 不过当他回家 想跟老公杜文泽 分享喜悦的时候 却只看到一只醉猫 阿田就说啊 古仔把他的老公灌醉 要跟古仔算账呢 那天的状况是这样的 我跟他一起在看电视 其实他真的拍 他老婆拿奖的时候 我们才看的 然后就是他拿奖的时候 他真的很开心 还拿那个响戏 去拍那个电视 拍他老婆 之后他开心到 不断喝酒 我其实一直叫他 不要喝酒 然后他自己喝 喝醉自己 不关我事了 我昨天已经跟他老婆说了 你真的 你以为我冠军你老公 其实不是 是他自己很高兴去喝的 不是我账 你账 你账 你账